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信息 由我来读一段的经文 是在诗篇九十篇第九节到第十节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你的帐篷 这段的经文很有趣 他告诉我们 当我们把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的时候 他说到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你 贵兄姐妹 祸患不临到我们 灾害不挨进我们 这是我们很想要的 甚至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前面 第六节 他说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所以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也不得临近你 归兄姐妹 你知道祸患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你的秘诀在哪里 这一段告诉我们 那秘诀就是 你把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居所 把你自己的所有 都躲在耶和华的藏幕之下 那好像我们有一个房屋 在我们这个房屋 当下雨会漏水的时候 当风吹 会有冷风 渗进来的时候 你修你这个房子 是没有办法的 唯有在你这个房子以外 再搭一个大的棚 而那个棚 就是我们的上帝 如果你把上帝 当成你生命当中的居所 你真实的可以经历 过患不临到 灾害也不挨进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希望这一段的经文 鼓励你 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 躲避在祂翅膀的印下 享受祂所赐给你的一切 安全恩典与福分